而圆归台风的外围环流过境之后 花莲地区灾害惨重 对于鲤鱼潭地区的游艇业者 也有不小的财产损失 目前还有几艘脚踏船是沉在潭地 正等待要潭水退潮之后 才可以把破损的脚踏船拉出来进行维修 圆归台风的外围环流 造成了花莲地区多处的地点 受到土石流的冲刷残破破堪 同样的鲤鱼潭业者在无预警的情况下 多艘脚踏船在强风的袭击碰撞破损严重 甚至还有部分的脚踏船沉到潭底 到目前也都无法拉出 撞到破掉 对啊 所有的船绣好 大概这样算起来可能十几万一样 十几万 对我们应该平均差不多这样 初步估计鲤鱼潭脚踏船业者损失超过20多万元 鲤鱼潭的水位暴涨 可以说是20年来首次看到满水位 因为这次他们业者 游艇业者 因为不小心说这一次的言归台风 有这么严重 风雨有这么大 所以他们就没有把这个船呢 移到碧鸣港去 但是也造成了一些损失 不少的损失 而至于目前还是无法消退 业者也都希望在红面鸭活动期间 能够恢复到以往的戎景 才不会让损失扩大影响 记者林杰售风箱采访报导 剖筹 剖筹 劲